15和16集 上一集应该是演到魏若来被严刑拷打 然后沈兔南应该非常的心急 大家都想营救魏若来 今天是什么剧情呢 两位老师要不要先剧透一下 可以剧透的 可以吧 大概是什么 那师傅看徒弟为了自己 对啊 受刑之后也没有先引出师傅任何的事情 那这么好的一个徒弟不得救他们 那魏若来呢 这一集大概会发生什么 那救完之后不就等于 小不上啊 我们看到是沈静珍已经开始在想办法赢救 魏若来了 第一次这样边看边聊天 对对对对 我们可以看根据剧情 我们可以回来回来聊这个东西 比如说当时拍摄 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事可以直接讲 特别好玩的事就是李沁很逗 怎么逗呢 他有喜感的 我跟一博总在现场会 会怼他的 因为他有的时候他的行为语言很有趣的 我现在要再次提醒一下进入直播间的网友们 可以多多的互动 有什么关于剧情点的 需要问我们两位主演的 可以多多提问 然后互动前十名的呢 可以获得爱奇艺音乐卡 好的 我们现在首先呢 请两位简单的聊一聊各自的角色好吗 我先说稍微又来吧 就是我自己在看剧的时候 我是对他那个出场特别有印象 就是他去央行去面试的时候 他有露出自己的一个破洞的袜子 然后还拼着擦皮鞋 那个小细节特别生动啊 感觉这个人的灵气很快就出来了 请问这个细节是怎么设计的呢 是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首先为若来这个人物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天使 然后他想要去面试央行 又是自己喜欢 想要向往的地方 肯定是希望能够把最好的意义 展现给外人 因为他没有读别的写字 他只能尽量让自己显得很坏 那大家都满意了 果然是艺术是也源于生活啊 感觉这个生活化的小细节加入 就显得这个人物很鲜活 那我还想问一下王阳老师 因为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看 您穿西装的嘛 就是好多网友都表示 您需要把西装焊在身上 在这个剧里面 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西装的造型啊 有很多这种儒雅的 有酷帅的 就是这些西装对于剧情来说 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 好像他是省途难认识的人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关系 这个我们在剧情里面 没有特意做过多的展现 其实留着这个神秘的空间 就是为了给大家更多的一些想象 让观众知道 其实高手在民间 有些人活得很超脱 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有可能真正厉害的人就在你的身边 人爱有人天爱有天吧 深藏光与明 感觉 感觉耶稣就是这里面的一个扫地僧 是那种灵魂导师的感觉 对他对若来的 所有一些在精神层面的一些引导 其实要即便戏份没有那么多 但却远远大于沈途难 而且爷说的很多话都很有哲理 其实他算是追风哲理 里面的那种先生中的先生 那其实沈途难也是魏若来的老师嘛 也算是灵魂导师那种 我想问一下就是 对于魏若来来说 沈途难是怎样的一个老师呢 这个可能先请魏若来来回答一下 灵心中的沈途 沈途难是什么样子 开始我觉得对魏若来来说 途难像是偶像一样 然后自己向我们的一个 到时候慢慢追逐之后 一吃一有吧 还有一段新人 就像是遇到了自己的活动 那也很期待你们后续的 一个师生的一个发展 那么对于沈途难来说 又怎么看待魏若来呢 对于沈途难来说 魏若来一定让他觉得 其实可以感受到 年轻时候的自己 他怀揣梦想 对未来有期许 对于家国有他的情意 那其实所有这些都是途难 年轻时候身上所具备的一些特质 更重要的是 若来他的能力非常强 智商 激励 逻辑 分析 判断 其实这些都可以帮到沈途难 来让自己的事业 或者说自己的一些 对于经济上的政策 可以更好的往下去延展 这个徒弟 其实是他的左膀右臂 所以是从理智和情感上来说 就是魏若来对沈途难来说 都非常重要 是 那我其实也看到一个片段 就是当时 魏若来被打得奄奄一息 然后呢 他对沈途难说 你们不要对这句话 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我觉得那一刻 其实抛出师徒之层关系 更多的 实际上是两个男人的心心相惜 是彼此的一些认同跟肯定 当一个男人或者君子 肯为你做这么大的牺牲 承载这么多的痛苦 其实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 那看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 那个魏若来在狱中 就已经教狱友们 吃了很多苦的 对 这一段真的很好玩 这一段 一博老师 这一段就拍这段 狱中戏的时候 有发生什么事迹吗 什么故事 就那些狱友们还都挺有趣的 大家一起聊天 然后就是拍戏 那 当时我看到 看到说什么 他对那个沈静真说 就是说 我一出来之后就说 我好心疼这个衣服和皮鞋 为什么会首先会想到说 会心疼这个衣服和皮鞋呢 我觉得可能分两方面吧 首先是沈先生送给魏若来的衣服 我觉得是对魏若来说是非常珍惜的一段衣服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就是 他来上海这么多年 没有人 他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又是对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人送上的衣服 所以我觉得会非常 那王阳老师怎么理解呢 就是这个 为什么他会首先说那个 很心疼衣服和鞋 这个这一段 哪一段 嗯 就是他会他对沈静生说 我首先最很心疼的是我的衣服和鞋 这一段 就很有意思 其实对于魏若来来说是一个 是市井中的一个小人物 对于他 他能营造的一身体面 对于他这个阶层 或者他这个年龄 或者他的收入水平 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他 他刚刚有这么一身衣服 然后 而且还是师傅带着他去买的 当然了这个六十大洋不是沈徒南富的 但依旧是他是六十大洋 他那时候工资刚十五块钱 还挺多 对啊 这一身衣服除了对于沈徒南 对于在在价值方面给魏若来的肯定之外 更多的是他若来更像是跳出了七宝街的某一个 一个圈层 可以很体面的面对自己的工作 少了一些自卑感 那刚刚穿上这么一身衣服 就被林乔松演弄成这样 所以他的那种反讽 实际上有更多的力量 而不简简单单的就是魏若来形成这条衣服 那我们评论区的朋友们 有没有说 就是如果是心疼魏若来的可以扣衣 心疼这个衣服的可以扣 肯定都是二吧 是吧 那不可能吧 那两位老师有没有互相觉得对方在这个剧中的造型 有没有比较印象深的那一套 就是说互相对对方的西装造型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反正看衣博穿的第一套那个麻布的衣服 穿了很久啊 好像穿了十几对吧 对十几 我说虽然你一直没换衣服 但是这身衣服被你穿出了非常高级的质感 非常像大牌的时装 现在因为有些衣服在追求这种这种有机棉的这种感觉 或者麻质的 所以他衣博穿出了那种随性那种chill的感觉 很厉害 那衣博老师来来说一说王阳老师的那个服饰 我没什么特点就是西装吧 那个面试的那场集在那个神公馆 然后在我面试 然后看着王阳老师坐在那个自己的办公桌上 然后又大有头 有一种教父的感觉 然后灯光又很黑暗 那一身气候很酸 是王阳老师的这个整个造型 就很像那种教父的那种形象 哎呦人家都是教父 千万我叫太太阳了 但是没法比 你不许他叫我老师 你叫我阳哥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网友 就对这个剧情会有一些蜡评 比如说有网友说 为了我来进入央行 是一个令人心动的offer 想问下两位老师 为了我来这个工作 是令人心动的offer吗 为了我来的时候当然是了 然后又是自己喜欢的工作 他会想到之后这么危险吗 那沈突兰老师呢 觉得为了我来的这个岗位 是很令人心动的offer吗 我觉得如果对于一个能力不济的人来说 这个offer其实是没有任何用途的 只会让自己变得更惨 你会意识到自己的短板很多 但是对于你是抢手中的抢手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offer 一个位置 你可以通过这个位置 可以见识很多 可以长进很快 可以更快的让自己的价值得到体现 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offer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能担得起 那沈突兰觉得为了我来身上的一些优点呢 是他哪些优点符合这个offer的需求 首先是要认同魏若来这个人的品性 就是他的德行是什么样 我从沈突兰的立场来看 视角来看 魏若来一定是一个品性非常纯良 很纯粹很善良的人 还有就是 魏若来应该是一个在某些方面 会非常非常执拗跟专注的人 他对自己有要求 他不是那种轻易放水的人 他认同的事 他就会一条路走到黑 这个实际上跟沈突兰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就是沈突兰为了 为了铁血手腕 为了政策 他可以做这样的事 若来 一波的扮演的若来 同样在很多方面也具备这种特质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 是确实 我觉得魏若来这一点 就演得特别的淋漓尽致 我看到弹幕里面有网友问说 那个皮鞋后来给阿文了吗 若来后来那个皮鞋又给阿文吗 好像皮鞋跑起来会更美吧 也是 阿文穿皮鞋就跑不了了 那其实呢 你看魏若来 他不惧危险去保护央行的财产 然后沈突兰就去搭救他 那一段 大家也看到也是很心揪起来 觉得魏若来得变成了潦草小狗 看现在就很像潦草小狗 这个应该是工商吧 沈突兰老师 那一定是工商 他是为了保护央行的财产 而且不是 每个个体个人都可以为了公共的利益 舍弃自己的生命 所以沈突兰那场在拿了手帕给若来 点颊把血擦掉之后不说了他们 人家数到三要开枪了 你还不放手 对吧 你命都丢了 你怎么保护财产 但是虽然他是这样说 可是实际上心里面真的很心疼 也很看重这个年轻这一辈的 他对于很多东西的这种专注 不容易很不容易 那这场戏应该拍的还比较难嘛 就魏若来老师 这场戏应该拍的比较时间上啊 或者是当时有什么事情发生嘛 因为看着大家很心疼 时间上到了 或者是说 这场戏怎么拍的 有没有花絮什么的 就是在一个夜晚拍的 当时有没有一些 导演会反复 反复要求什么什么 一个画面之类的 可能就是 因为他是 属于动作性嘛 有一些动作是需要 演员和演员之间配合的 因为我们并不是真的 呃 吴打演员 所以可能会和演员之间的配合上会有一些时间上的 嗯 所以别的文戏的话 其实 他都会很严重 嗯 我看到有大部分里面有说 说电击那场戏啊 是一条过的 那条那那那那场戏是 那场戏怎么样 就是那场戏回忆一下 当时什么样的场景 我不记得一场戏 嗯 然后 什么场景 嗯 就在监狱里啊 然后一个冬天 然后把我掉在那里 我们大家的 然后 对 因为 因为 我们并不会 嗯 真的被电击过 也只能去查一些 真正的资料去 嗯 嗯 我好奇 有做一些准备啊 是谁能买过的商业 反正那场戏就是看得让人很揪心 而且就感觉很真实 所以现在 很真实 很真实 就是聊到那场戏 我就想 呃 插个话 我跟一博的 第一场对手戏 嗯 就是那场 他被吊起来 被打得很惨 被林桥松 虐来之后的那场戏 那天 就像一博说 那是一个很冷的晚上 上海 嗯 我们刚开机 一月底 嗯 下的冻雨 非常冷 我印象中 我进了现场 那天起码 我估计零度左右吧 嗯 一博就穿的衣衫褂褛 然后浑身涂着血 被吊在那 嗯 我映入我眼帘的时候 那种视觉的冲击力很强 嗯 这是七一 然后呢 我想那么冷的天 一博应该 怎么会都 会对自己好一些 嗯 可是 从拍那场戏 一直到那场戏拍完 一博基本上 没有离开过现场 没有 就是 拍完我的 拍完一博正面 拍到我正面的时候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 一博 嗯 他是 我是服侍他的 他的位置 脸的位置 比我低 嗯 一博就 穿着那个衣服 我就蹲在那 给我搭视线 给我搭词 我说一博不用 我说你穿上衣服可以休息 或者你站在旁边 给我搭词 一博说不 说这个我 我这样是应该的 嗯 从那一刻开始 我对一博的印象 就极其的深刻 我 我会很感动 因为那天真的很冷 他为了我搭戏的这种 真实的感受 没离开 一直到 拍完那场戏 一直到我跟一博之后的 每一场对手戏 一直到我杀青 一博杀青 我每一场戏的 只要跟一博是 有对手戏的时候 一博永远是给我搭戏 非常难得 非常不容易 所以 真的好样了一博 嗯 就 对 其实因为我觉得 嗯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因为 刚入行的时候 我遇到了很好的 演员 就是 红大为老师 他告诉我一定要这么说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因为 感情就是 不可能平衡啊 我觉得人不可能 对着空气去 演一种 我觉得这是太难的事情 所以 对作演员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难的 很清楚的 所以我觉得我既然做演员就要去 大家都是做演员来 就是不能说你自己演好了 然后就不知道 就管 管对手了 所以我觉得 这应该是演员应该做 那我不离开片场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当时 有一个火锅 我觉得在那 就讨厌 真的 哈哈哈哈 这让真的挺严 就是 从那个 从那个 雪浆 嗯 雪浆 很方便 你刚才 待在那个火炉旁边 很多 天哪 所以真的是 我觉得看这部戏的时候 就能 能够非常强烈的感知到 就 王一博老师这种信念感 很强烈 刚刚我们也看到 就是跟林乔松的 这个对手戏 就刚刚是林乔松 跟魏若来一段张力 很强的对手戏 其实林乔松跟魏若来 在网上也非常的很多梗 大家都觉得 他们两个是猫和老鼠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那个剪辑 那个画面 就很像 就 我没有看剪辑 但我看了那个 就是 他不仅是审讯 他之前就是比如说 我先自首了 然后我又先 我又先打电话报警了 我让你一点 错失都找不着 就那种追逃的 非常像猫和老鼠 两位怎么评价 这个猫和老鼠呢 就网友的这个梗 沈涂南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特别形象啊 一博 一博很高挑 个子很高 鼻力也好 当然了 我觉得说的是Jerry 是种包养啊 Jerry 多聪明的小老鼠啊 对不对 永远是 是 这个Tom要甘拜下风的 那确实林乔松 在这部戏里面 基本好像 在智商这一块 从来没有赢过 魏若来 一直是被牵着走 一直抓不到 把柄 他即便 有这种 抓到若来 可以行训 他的这种机会 也只是所谓的 气势上 赢了一点点 但是 智商和大的 这个格局上面 他永远是败 所以这个笨Tom 就是笨Tom 所以魏若来是Tom 那魏若来呢 你觉得自己是Tom 还是Jerry 魏若来是Jerry Jerry是个老鼠 那魏若来呢 您自己怎么评价 这个猫和老鼠 你自己觉得自己是Jerry 还是Tom 反正把我写成了Jerry 比较机灵的那一个 其实会 更机灵 更聪明 就是 很多事情会想比较周旋 对于林强松来说 那林强松之后 还会抓人吗 就是会对 为难你们司徒鸟吗 他为徒了一部戏 为难了一部戏 那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 要一直期待下去 他 这个笨Tom 一定没有好下场 但是他有一颗 傻傻的执着的心 其实天阳这部戏 这个角色和演变特别好 天阳是个特别帅的男演员 但是这部戏 他宁可给自己扮丑 磨得黑黑的 造得挺糙的 包括牙 有的时候做一些特效 也很敬业 所以现在的年轻一代的演员 天阳比我小一点 一波比我小很多 他们都让我刮目相看 是 我觉得这两个真的是 包括三位的角色都塑造得非常好 那我看到很多弹幕里面有人叫 为了来是金融乃厄 怎么看这个金融乃厄 还有最强大脑 怎么看这个称号 他为什么 为什么呢 就是不想看懂 就可能说您还是在金融界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成长期 之后会成长成一条大鳄 不知道 好 那你看现在沈静真已经出场了 现在沈静真已经把我们的魏尔莱接回去了 沈静真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 为了来有没有想过找沈静真去还钱 就之前不是见了两个姻缘吗 我觉得没想过 他可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其实那一刻还挺危险的 我赶紧不要去接触 最好别见到 所以给他就给他了 不管了 那王阳老师您有在追剧吗 就是现在有知道沈静真已经开始偷家了吗 他一定是一个不安分 他就是女版的Jerry 天天就是小耗子 这个我没有 我只有昨天看了央八的两集 之前没什么时间跟机会 但是剧情到哪一步 其实每天还是会有看一些卡 了解一些 那你已经知道那个沈静真是偷家的小妹妹了 给大家画个重点了 那沈托男已经知道妹妹在干什么了 那那个就是比如说 网友们觉得魏若来是七宝街的团宠 然后魏若来对七宝街的这些朋友们会怎么看呢 跟他跟他跟那个房东阿姨啊 还跟阿文他们后来关系会怎么样 他们后来的关系会怎么样 我现在的关系很好了 哈哈哈哈 七宝街还有一些没有什么日常我们是没看到的吗 就是比如说 七宝街有混沌摊啊 然后还有卖 就是打铁的 然后就挺热闹 就很有生活 嗯 我在那里 我觉得都排行排行 每个人都比较 嗯 那拍摄期间还有什么小趣事吗 就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嗯 你看这个这个鱼儿这场戏 鱼儿这个也很可爱啊 有没有什么小趣事这种拍摄的场景 吃饭的这个场景啊之类的 比如说小姑父这场戏 有没有什么有什么有趣事啊 或者难忘的事情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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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里很好玩 这里 这是俨然一家人的 我们吃饭的戏 拍了有没有一周 一波 对不对 我们每天就在互相看着笑 连着拍了好多天吃饭的戏 挺有趣的 就这场戏拍了一周是吗 不是这场戏 我们有好多吃饭的戏 哦 他就一直在吃饭 一直在吃 我们说啊又要吃 明天还要吃 就很有趣 那么那种动作戏呢 有没有有意思的时候 动作戏 比如就追逐啊 或者是那种 哦 后面有一场很大的爆破 就当时还 还挺吓人的 吓人吗 是觉得 你 声音很大 这场大 哇 然后 先生是后来赶到的 还是我是当时 在那个十字路口 嗯 很想 嗯 汽油带应该是 嗯 那我们那 那我们就得期待一下后面的剧情 肯定是个大的热点 嗯 那么就是 比如说 嗯 嗯 嗯 那有 比如说啊 有没有跟姚晓峰导演啊 姚晓峰导演幕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大家就合作的时候 有什么 有什么 姚晓峰导演 有什么要求之类 他是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气质的导演 可能是有点吧 嗯 我觉得导演很有能量 很博弧 嗯 非常有剧情在现场 然后会一直调动大家 调动大家 然后百味 有很多很多的机闻 嗯 然后也会 出发起 在现场上 一些就是剧本之外的 对 一博应该也是第一次跟姚晓峰导演合作吧 嗯 是的 嗯 小峰导演他 他有什么样一些工作方式什么的 比如说 嗯 比如说围图剧本啊 或者是有什么要求 嗯 在进组之前 确实有围图剧本 然后 然后 拍摄的时候 就是叫我要认识的内容 然后大家也会研究一些 嗯 可能演一演个突然也会想出一些别的灵感 那他是一个那种 对你来说是一种鼓励型的导演呢 还是一种严格要求型的导演呢 哦 就是我应该的 都有吧 嗯 那王阳老师跟姚晓峰导演的合作呢 怎么样 这次觉得 嗯 像一波说的的确 导演是一个有能量的导演 他是不怒自威的 他不是一个在现场经常要发脾气 来 让自己显得更有声望 更有威力的导演 嗯 他给演员足够的空间 但是他也会对某一个角色 或者每一个角色 有他自己的认知跟理解 嗯 他会跟演员去探讨一些 对于表演上的定位和方向 嗯 还有就是 导演对于画面的美学要求非常高 嗯 他是懂摄像 懂光 懂很多东西的人 所以演员跟他合作 其实把自己交给他是可以很放心的 他就像是一个舵手 可以领着这一船人 朝着一个很正确的方向 去 去一起前进 嗯 是 看得出这个画面 导演对这个画面的要求 应该是很高的 嗯 因为这个画面是有那种电影质感的 感觉 对 我们的摄影指导 周文操也是非常棒的摄影指导 所以他们在一起 在我看来是 从专业的层面是强强联手 嗯 而且感觉就是 魏又来老师的文系啊 也设置得非常的好 各种台词什么都特别好 嗯 那两位老师能不能回忆一下 就进组之后的第一场戏 和最后一场戏是什么呢 最后杀下戏 第一场戏就是 刚才我说一博受刑之后 我去问他 我说你到底 这个谁是不是你杀的 就那场戏 是我们第一场 嗯 一博杀青跟我的最后一场戏 是大结局的 我们俩的头一场戏 也非常非常精彩 啊 我觉得这两场戏 还有一定的寓意 嗯 站在火车上 然后两个人 我不能剧透太多 但是一头一尾 其实 更像是一个轮回 对 嗯 对 这两场戏的 一头戏的位置 真的很好 嗯 尤其杀青那场戏 更像是 剧中人物关系的 一个终结 但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嗯 哇 我有点猜到了 这个走向 哈哈哈哈 那一博老师对最后一场戏 有什么印象吗 什么时候出来的 就在上 哦 其实最后一场戏 其实还挺复杂的 嗯 就是我相信的最后一场戏 但因为它连贯了很多 嗯 它不是 它是一 很大的一群 但是 是成了 连了很多 也是 在那边一直开了很多 很多天吧 很复杂 都到 我看到 我看到还有网友说啊 就是说 像央行 如果有个工作群的话 然后两位 如果各自在群里面 是什么样的担当 就如果是央行 是工作群的话 两位 比如说有群主啊 有潜水员啊 有什么什么之类的 管理员啊 大家是什么样的 一个担当 我肯定潜水了嘛 我肯定不会 没事发言 对 我看看大家怎么工作吧 嗯 潜水大脖子 温若来是管理员 我自己的话是潜水员 哦 温若来是确实 他很 他是那种管家的感觉 也很勇于担当 哎 我们看到温若来 已经回到七宝街了 哇 这个 这到这里 衣博是属于 不论穿什么衣服 都能穿出高级感的人 就这么一件 随便的大衣 你看看 又被你穿出了高级感 是的 我真的觉得他当时在那个 就是去举报那个 李胜达的时候 那场戏的衣服 特别有差季风 就是那种 这种粗布的那种线条 特别有差季风 很好看 哦 你看 你看房东对他好好呀 周仪 对 周仪对 岳若来真的是很好 杨坤老师演的也好 对对对 每次拍七宝街 其实花的时间很多 导演要让背景 所有的这些群众演员 都要跟环境 跟这场戏融入的特别好 他要求的很高 这个视景气 烟火气要拍的很真实 包括一博 我记得好像 就你刚才 说的那场穿袜子 早上起来要去面试那场 很荒唐那场戏 好像那戏是不是拍了两天啊 对对对 对拍了两天 那也是我静祖的第一场戏 对 静祖拍第一次后的第一场戏 对对 但是拍的非常细致 就是先拍的楼上 然后先拍的楼下 然后楼下有很多 然后刷牙啊什么的 然后左周语啊 就是想分开 所以当时那个穿袜子 那个细节是 是导演设计 然后一博自己 有没有加什么心思在里面呢 好像是导演设计的吧 好像是 现在 马上涨租了 你看 刚刚对他好 马上就涨租了 咬草小狗啊 这个造型 咬草小狗啊 我们网友说 我们网友说 七宝街的氛围很好 希望一直这么下去 会吗 会一直这么下去吗 会的 嗯 又涨租透了 哎 那 其实 我们看看 现在可以看看这个 这一段也是 这一段也是个长镜头 这个戏有很多长镜头 嗯 很多 我发现这个戏就是 感觉很多那种长镜头 然后很多那种交响乐的那种 那种长镜头转场 就要到沈途来老师了 你说我又有妹妹 又有妹妹疼 然后在这么好的环境 一对比七宝街若来的房间 哎 哎 真的是 但是你妹妹在偷家呀 你现在还不知道呀 小Jerry 嗯 哎 一博老师 有人想问您对七宝街和邻居们 有什么感触 客户就非常文心 大家 呃 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 嗯 嗯 冰工厂 这些资料都是 冰工厂这边 哦 哎 那么那么王阳老师 有没有说追剧的话 有没有画出一些重点呢 比如说你觉得哪些 哪些 哪些情节 你得看 我没有给自己预设很多 哪个场景会是高光 我要去刻意去追 其实这个戏 嗯 我觉得好的地方就是 是我没有办法去区分的哪场 就是好看的哪场 可以忽略不计 是 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 它更像是个曲线 啊 像个抛物线 有高有低 但你有弧光的话 你有高光 那你一定是需要前期很多戏的一些铺垫 如果只是单纯的关注一场戏 那其实 所有这场戏的高光所蕴含的力量和光彩 你其实感受不到那么强烈 你要连贯的看才行 所以我也希望说 嗯 观众也好 还是喜欢这部戏的人也好 尽量不要倍速的去看这个戏 而是真的你能沉浸其中 跟着剧情 跟着演员的表演 大家共同的呼吸 共同的气息来看这部戏 可能你感受到的力量会更强 能得到的共情感更多 确实 这部戏里面 很多 比如魏尔莱有很多那种长镜头 如果快进了的话 他就感受不到魏尔莱的那种呼吸感 其实还是不能够倍速的去看剧 那王一博老师有在追剧吗 我也是在片段式的看 有没有一些重点 比如说给大家提示 哪些魏尔莱的情节是重点 不能错过 其实在魏尔莱这条线上 它累积都还挺重的 因为它一直在成长 一直在遇到不同的时间 所以就像杨哥刚才说的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慢速的 认真的沉浸地去看这个戏 这是七宝街的这一段长镜头 就很深 不好看啊刚才 对 对 有鸡那种 还有那种什么 烙饼啊 吹饼啊 然后有铸铁打这个弄锅 人间烟火的感觉 对 受伤之后 准备重新打击精神机上的 其实感觉像魏尔莱的眼神啊 从这一集开始就变得更加坚定了 之前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迷茫的感觉 就魏尔莱有这样的感觉吗 因为刚进入央行嘛 但其实他也有很多的位置 我觉得因为我这些事情之后 跟天生的世界 这些事情那个 我觉得他觉得好像自己慢慢 会更大一种路道 而且其实慢慢也知道自己的使命了 感觉 哇 现在回到了央行 很不一样啊 这一场很不一样 你看这个迈者这种自信的步伐就很不一样了 和第一次进来是很不一样的 这段演的还挺不错的感觉 我们看到黄秘书了 刚才我们不是说央行工作群吗 那么黄秘书是什么角色呢 一波觉得从云觉得宋帅应该是什么样的担当 鞋女士 我们也是说那我走 好 这马上要给魏尔尔来给平反了 现在开始 现在沈途南就开始已经非常的 非常的维护魏尔来了 已经彻底认可他了 我喜欢沈途南这场戏 一会儿说的最后那句话 你可以看 马上就到 那我们来屏息看一下 就带着哭腔啊 这这句 可以驱离厉害 但不能忘恩 建立忘义 这句话是真的 其实都不容易 这个师父也不容易 而且我感觉就是两个人的理念是特别合的 就从他们最开始的对话 感觉他们两个理念特别合 魏尔尔也是一个家国情怀 然后特别特别 热血情怀 这场戏导演特别重视 就是这个拜师这场戏 他拍的非常细致 很多镜头 很多镜头 这个我很期待的一场戏来了 这个 是马上就要拜师了是吗 马上 秉析来看一下拜师这场戏 其实黄秘书对他也是很忠心的很好 是 是 一秒钟就足够来 魏尔尔 哇 对峙了 哇 这个镜头真的 我这段好感 这段真的好 这段你们两个节奏真的好好啊 他也很用心在拍 大家也演得很沉静 而且一博和和王阳老师的眼神 是真的非常的有信念感 就是能够感觉能够动穿的那种感觉 又来 想拜我为师吗 哇 崇尹 哈哈哈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弹幕弹幕就评论 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都快就沸腾起来了哈 就是大家听到这局真的 崇尹说我呢 我我为什么不行 哇这一句 省事在上 收入来三百 啊 啊终于被试了 嗯 哎 两位 在这次在看到这样的一个 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成片吗 对 成片剪出来的第一次看 哇 有没有什么感受啊 就是看到这个片段有什么感受 我还是有点眼圈是红的 会 会 带入 嗯 其实这一句不是在 不是在演员在看戏 是 是跳脱出演员 我们更像在看剧情里面的沈途男跟 被若来两个人经历这么多之后啊 成为师徒的感觉啊 还是不容易 嗯 是因为我看到看到两个人的那个脚步很坚定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眼圈泛红了 对 我不是我来看到这个戏的时候什么感觉呢 就看到这个场面 应该这也是一博第一次看到这个成片吧 对 嗯 怎么说呢 嗯 因为我有时候不是特别喜欢看剧情里面 但 如果 如果看完之后我觉得 我感觉很好还是会觉得 还是你 嗯 这场戏拍的时候就是这样拍的吗 是拍了几条这场戏 因为他 嗯 因为机位特别多 嗯 对 导演很认真的去拍这场戏 嗯 包括拍大家的反应 嗯 然后找出过很多细节 包括茶杯和笔 嗯 这个有点 从今晚后 嗯 因为我就是师徒 你的一言一行 会有教会和建筑的意义 哇 这场应该是拍过很多遍吧 应该是抠过很多遍的那种 没有 哦 是一 一条 不是说一条过 但是机位多 可是每个机位不会超过两条 哇 这很不容易啊 这这么长的一段戏 很不容易 因为这部戏 一博把他所有的台词 嗯 其实在拍戏之前 全部消化掉了 嗯 一博 我经常问他 我说你有的大段的台词 嗯 我说你可以倒背如流 其实不是在调侃 是真的一博 把那个台词 已经熟悉到那个程度 因为你只有熟悉到那个程度 你才能让自己的表演 变得更自然 啊 因为台词不再是你的负担 那我说你这么多台词都什么时候背 有时候卸妆时候背 有时候洗澡时候背 有空就背 他非常用心 对 是刚才看到一博的那个表情 还有眼神啊 其实都是他不说话 眼神里面也会有那种戏的感觉 就真的是那种非常入戏 那段是很真的很让人感动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把这段戏解下来 可以反复的 反复的收看 拉片收看 还挺好 其实 在我的理解里面跟一博相处了四个月吧 将近 差不多都有个110天左右 我是1月20几号进组的 一博我们5月5号左右差不多结束 给我最大的感受是 一博跟若来 有极为极为统一的一点 就是非常的专注 还有坚定 一博平时虽然它也是慢热 它也会开玩笑什么 但是有的时候 其实大多数时候一博都是在思考 都是在观察 还有就是从他的眼神里面经常传递出来 让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词 非常的坚定 他的眼神跟 跟魏若来有极其大的重叠的部分 就是很坚定 我从一博的眼睛里面 总能读出坚定 这个对于一个年轻人 不论他做什么职业 你眼神中可以读出这种讯息的话 他一定会有他的成绩 是的 就看刚才那段戏的话 我是真的很能切身的强烈的感受到 就是 一博是一个极臭内劲的演员 我觉得内劲要大于你会外放 因为内劲是最珍贵的 对于演员来说 有内劲你的内核才会强大 你才能够抓人 否则如果只是靠外在的一些技巧啊 手段呢 其实没有那个力量 一博有 他的内劲很强 那一博老师当时跟 当时跟王阳老师对戏有什么感受呢 因为我觉得杨哥气场很大 因为第一次跟杨哥拍就是在拍那个 很平显的那个戏 那是我跟杨哥的第一期前面 嗯 当时杨哥登场 然后他上西装走 进来的 气场就会让我感觉哦 真的像一个师傅一样 嗯 那种感觉 不知道杨哥之前有做过什么准备 但是就是在进入片场的时候 就会让我 有这种感受 让我就会直接相信 滚烫吧 嗯 我做的最大的准备就是 我跟一博第一天第二天的 我发觉一博是一个有距离感的人 因为他害羞 嗯 他也偏慢热 嗯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是这种人 我肯定比一博要活泼 但是我也是一个 我是一个爱人 我不是一个艺人 那我做的最大的 我是爱人 我做的最大的努力 其实就是 每天跟一博见面的时候 我多往前迈一步 我让自己先开始一个话题 我会跟一博主动交流很多东西 哪边这个 哪怕这个不是我习惯的 和人接触的方式 这个不是在示好 是我们要演试图 我必须要用自己的一个主动 来打破这种翻篮 让彼此有更多的默契 让彼此熟悉一点 让我发觉过了一周十天之后 这个方法抽象了 就是一博在我面前会显得放松了 也自在了 对 就是之后的戏 大家就会更相信对方 这个是我有所准备的 对 因为我记得之后 我们就跑到那个医院里 然后我就把这能够 真的开始去主动 但我也很孤独 我也很孤独 如果我有时候 不太知道 怎么样去考虑 然后到拍央行的时候 我们央行几人组 每天就有很多乐趣 包括宋帅 对吧 师傅 宋帅把这个角色演的那种 憨憨的感觉 那种忠心演得特别好 他在现场有的时候 他的一些想法设计 其实在我跟一博看 会不会有一点点过 可是最终的成见 还真是把这个人物演得很生动 挺好的 挺厉害的 那一博现在看这个 刚才败事那场 然后有没有 有没有回想起来 为我来 为我来 那个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就是当时听到 沈途南说 收自己是关门弟子 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 能够回忆起来吗 我觉得会很复杂吧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 就是刚身体好了 然后来上班 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而且前面又是 大家对他的那种反应 然后突然有 沈途南他的直播 为他站出来 站出来 然后又手 我觉得会非常非常地复杂 但是通过复杂之后 然后又拿到笔 然后去拜的时候 我觉得一定是 非常地 很难去表达的一种 我可以在他脸上看到 很欣喜 然后又非常复杂的那种 一种感觉 那么沈途南当时 又是什么样的新进去收图的呢 还记得吗 王阳老师 但是影响了贵航的业务 外方都有 其实 你让演员去 分析 那个当下 我到底想了什么 我也很难用 直言片语 组织的特别好 严谨意开的 去说给大家听 我只是说 那个时刻 我知道这场戏的重要性 我也 把剧本的脉络 捋得很轻 这两个男人 一大一小 就是这个 一个是偏偏前辈 一个偏后辈 两个男人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他这个规定情境 到那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我也没想太多 我更多的就是 我看着一博的眼睛 我看着他怎么演 我觉得大家要在一个频段上 去呼吸 去感受 其实那个时候 我没有想什么 镜头你从哪拍 你哪个机位给了我 我应该怎么照顾镜头 我们演员能负责的 就是在那一刻 尽量让自己专注 纯粹 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拿出来 而不是技巧 我一直觉得 我不是一个 有天赋的演员 但是我有的是一个诚意 我跟一博也聊过 我说可能 你用真诚来演 任何角色 哪怕我们的技巧达不到 但是真诚的东西 一定是会被人感受到 所以刚才 你们我的那个当下 我就是看着对手怎么演 我看一博怎么演 他给了我什么 我就怎么去回复 就好 那我当时看到弹幕里面 还有个问题 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有人问说 一博老师觉得自己 跟魏若来有几分相像 就是这样 他身上的什么品质 是你比较喜欢的 你不会让他们跟共产党 达成任何的协议 执着坚定 你也是刚才养就 就是的吧 是的 对于我 我自己的话 我如果喜欢 对于事情 就会对我来 我会接到他 感觉对魏若来和一博 都是那种内核 非常强大的人 哇 这里 这里是应该已经 开始到了下一步的那种 战斗了 一博是一个内核很强大 情绪 情绪价值极为稳定的年轻人 我不是在这说 我品评他是年轻人 不是说因为我一老卖老没有 因为我确实比他大太多了 但是有的时候 我都做不到他情绪那么稳定 我不知道是什么锻造了 他的这种情绪稳定 可是这种情绪稳定 这种情绪价值的这种 我觉得一个这么年轻的男演员 很难很难做到 但是一博做到 所以这点是我挺高看一博 因为我做不到 有的时候我也会急躁 我也会焦虑 我也会有的时候失控 可是我这几个月跟一博的相处 一博从来没有一次是这样 他一直在一个可控的情绪区间 在表达自己的情感 表达自己对这个角色和工作的理解 他很棒 那一博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一点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答 感觉您是特别专注于自己当下的工作 然后就心无旁骛的那种 集中在一个事情上 你不去想其他东西 可能会比较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也是最近很 最近一段情绪 就是我提起播放确实比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我觉得任何事情 其意义也好 物也好 就是你去表达情绪 你都不会挺挺强的 解决任何事 所以我觉得这些情绪可以有 但是不过不要太激烈 嗯 因为人嘛都会有这种欺赛 但是你可以 我觉得是可以完全 很好的去控制 那个人这 对这感觉也是跟魏若来最像的一点 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很情绪稳定 内核强大 然后非常意志坚定的人 这这点也是 而且感觉就是魏若来从 感觉回到央行 向贵妃回宫的感觉 就像这个西妃回宫的感觉 就是他他回去之后 肯定会有一大番事情 对吧 肯定之后会搅动风云 对一定会 这个 就是一直都会有声 然后就会很好看 这场 就是这场戏 你看跟那个林乔松 他们这种对峙的这种戏份 也挺多的 然后有没有 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场 就是这种 大家文系台词很多的 对峙一场戏 我们的气场永远是压住什么 没办法 正义永远要打败邪恶 Jerry永远是领着TOM跑的 现在你现在到这边 李庆这边了 学习老师 学习老师的戏也挺好的 那哪是好 用好字能行 初神入化 16级吧 这些实验室 16级已经放完了 我是真的舍不着追评 我要不是为了今天陪看 我真的舍不着追评 太好看了 真的 三条线 又很烧脑 我感觉每条线都有分析的那种 很强的那种可能性 就像那种未来的成长线 然后师徒线 金融线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一条革命线 真的每条线特别好 后面的情节会更跌倒 所以大家继续往后看 不太会失望 往后看就好 那两位老师 能不能用一句话来 安利一下 我们这个后面的情节 吸引大家去追剧呢 一波先说 反正看就对了 看就对了 来 大家 看就对了 看就对了 plus 看就对了 plus 我们师徒两位 都已经 都已经 对大家发出了霸总宣言 大家一定要看 好 其实 我看看 那我们看我们的那个弹幕里面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呀 我们现在给大家最后演时间弹幕里面有没有想问的呀 嗯 这首歌也挺好听的 对对对 这首 OST也挺好听的 有人说 有人说那个魏尔莱是经历太多所以就波澜不惊 感觉以后会越来越波澜不惊 那谁知道呢 那谁知道呢 你说我们还是魏尔莱 魏尔莱 好 嗯 好 哎 还有还有人说又要住省途南后又来师徒俩能够并立于雪山之殿 哦不对 马后看就知道了 会不会 嗯 嗯 OK 好的 那我们看看李胜达 李胜达后来还会出现吗 哇 比较 李胜达这种叛徒就应该 对 但到底怎么 怎么 对对 往后看 好 OK 好的 嗯 好的 那我们现在 呃 离我们直播结束也很近了哈 我们直播结束很近了 那我们现在大家来 再到了大家最期待的环节了 这个我们的追风者到底能不能 热度破万呢 然后如果破万的话两位老师打算立什么样的flag 立什么flag 还有立flag 破万 对我们如果为热度破万的话能不能立一个flag 我想听一博先立什么flag 我们在设计形式吧 破了再说吧 但我相信肯定可以破了 好 王阳老师呢 嗯 我也相信肯定破一破的 如果一博到时候立什么flag 我要能配合的话 我一定尽力配合 虽然我老哥不老嘴了 哈哈哈哈 好的 那我们我们直播就今天到此结束了 感谢两位老师跟我们一起陪看了那么久 好 我们接下来已经要关注我们的追风者 接下来的剧情很精彩了 不要错过 谢谢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 然后Top10的互动可以得到一张那个爱信息的约卡啊 那系统会自动发放 好的 我们谢谢 再次谢谢王一博老师和王阳老师 我们下再见 再见 再见 一博保重 咱们再见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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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拜拜 OK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